我覺得車程這個國家也是讓人家很 對不起我講我很瞧不起你 當年俄羅斯入侵車程殺了10萬的車程人 當時車程是因為反抗俄羅斯 所以俄羅斯入侵殺了10萬的車程人 結果現在的車程變成俄羅斯的小弟 這位他的總統 這位總統 他之前不是一開始就很紅色的嗎 說我帶1萬兵到烏克蘭去幫忙打仗 結果他還拍一張照片說你看 我現在就在烏克蘭 結果馬上被網友抓包 大家看後面紅圈圈圈起來那棟白色的建築物 那棟是車程的總統府 所以他根本就是在 你在車程總統府說你在烏克蘭 你太瞎了吧 我覺得這個小編大概應該要換掉 小編批圖的技術不好 沒有把總統府批掉 而事實上車程除了這個總統造假之外 大家都知道 他們的所謂的戰爭英雄 第一天去沒多久就被烏克蘭給幹掉 而且昨天車程已經宣布了 說我們1萬人我們不玩了 我們要回家了 我們要回家了 因為他們大概沒想到說 烏克蘭這一仗為什麼會這麼難打 所以現在連車程 這個俄羅斯的小弟都已經撤軍了 那你覺得俄羅斯接下來 還有什麼兵可以打 我覺得那個車程值得我們好好地討論一下 這人品這人格是怎麼樣子 我覺得他入錯行了 這位車程的總統卡德羅夫 我個人覺得他比較適合走的是諧星路線 為什麼會這樣講 是因為當普丁要出兵烏克蘭的時候 這小弟立刻跳起來 我們絕對支持老大哥 所以我們在2月26號的時候 我們車程也要加入攻打烏克蘭的行列 這個時候卡德羅夫在幹嘛呢 他很喜歡PO文 他就PO文說我也要親上戰場 我要深入烏克蘭我要到基辅去 他就PO文說 我告訴你我已經到烏東了 我現在只有距離基辅20公里 然後隔一天說 我又更近了 我今天已經到了距離基辅13公里了 我隨時都要去給他 這個基辅的烏克蘭總統府 給他按電鈴 怕了吧 很可怕對不對 可是烏克蘭的情報卻顯示說 沒有耶 你這個卡德羅夫 其實你根本就沒有跨入烏克蘭啊 那這個時候卡德羅夫幹嘛呢 就剛剛年黃這個PO的 拿給大家看那張照片 這個卡德羅夫說 我不但進了烏克蘭 而且你看我還擄獲了一架烏克蘭的戰車 你看 戰車在我前面那張照片 很威有沒有 你看 指著烏克蘭的戰車 結果後面的那個標誌就被人家發現說 沒有啊 那個是車程的總統府啊 然後還有一個 他用來一台道具就對了 不是披土 忘了 披了前面戰車 忘了披總統府 還有一個外國西方的記者喔 然後呢 他就假裝自己是俄國 俄羅斯的記者 他就這個 因為這個卡德羅夫 他有兩支手機 就有兩支手機的電話號碼 其實是被流洩出來的 那所以這個冒充俄羅斯的記者呢 他就加油 把這個卡德羅夫的電話號碼輸入 所以他就傳了一個Telegram的訊息給他 結果透過這個通訊平台 發現說你卡德羅夫人的位置 根據衛星定位 你人其實是在車程啦 所以你說他一方面在那邊演得 好像我自己很威 然後一方面也在騙普丁說 喔 小弟喔 很出力喔 小弟很幫忙喔 你看看我這個照片啊 我又擄獲這個戰車啦等等 而且我車程的這些勇猛的將士啊 精兵一千兩百名部隊 我們就要從白鱷給他進去 結果你知道嗎 這個車程一千兩百個精英 他從白鱷進去的時候呢 其實只在邊境騷擾 然後呢 就在邊境裡面 拍各式各樣的 很強悍的照片 然後呢 就PO在他們的這一些 這些網路的社群上面 拍完了之後 搭機回國 他就被西方的這些 超級百拍王耶 對 超級百拍王 所以他就被北約這些國家笑說 哎呀 這就是車程的武裝公關隊啦 你們就忙著在這些地方 哇 裝模作樣拍拍照 然後嚇唬人說 我人已經進入了 烏克蘭 我到了基辅 要按總統府電鈴等等 其實這一切其實都是假的訊息 那現在的普丁當然就叫 落狼卡德羅夫 我們剛剛講的車程的總統嘛 對 卡德羅夫他真的是個老滑頭啊 因為你不要以為他是打仗出來 沒有 他是官二代 他爸才是打仗出來的 他爸是車程首輪總統 剛談那些車程戰爭都他爸打的 後來他爸被人家暗殺掛嘛 所以他被普丁扶植上來當總統 那卡德羅夫呢 因為要塑造自己強人的形象 他在家裡養老虎跟獅子 你通常搞這種的 那動物園啊 有什麼強人的形象 就是他真的是動物園的院長 他會打拳擊是泰森的好朋友 然後流落腮虎 然後砍得很有 可是他是法商學院畢業的 一天戰場都沒有上 打一天戰爭都沒打過 所以說你看 這個卡德羅夫 這個官二代老滑頭 他看到那麼多俄羅斯的將軍 都被瞄準式的斬首 奇怪他有可能進去到烏克蘭裡面嗎 他當然不進去嘛 我進去100%被當成大外宣嘛 搞不好 屍體還被掛在那邊 因為記不記得屠殺爺夫 對不對 車程的那個什麼戰爭之王 這個是打仗的 對我是說 因為屠殺爺夫去了 所以他很快就拜拜了 第一天就掛了嘛 然後呢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剛才AI已經介入到這場戰爭 怎麼介入 因為卡德羅夫很愛拍這種IG Telegram畫面嘛 然後他拍到一個他的親信 五分鐘法國的軍事情報的單位 就把那個親信的名字 然後地址 IG 然後平常的照片 還有生活照 還有這個影片 全部放在網路上 他在告訴你什麼東西 你來我完全知道我的子彈要殺誰嘛 我的無人機要炸哪台車嘛 所以我是卡德羅夫 我才不進去 我老滑頭嘛 3月13號的時候 在拍了一個影片說我在基輔 我要卡先生來敲門 要去敲這個 這個 這個司機的門 結果呢 被人家發現 你根本就從頭到尾沒有離開過車程嘛